9月12日晚,网红李宇童在微博发长文字报,遭薛之谦骗财聘感情。 李宇童在文中称,2012年他与薛之谦合开淘宝店,提出只是单纯的合作伙伴,随着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 突然有一天,薛之谦来跟他表白,说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,但是因为高雷欣已经怀了他的孩子,不能跟他在一起。 而当时高雷欣还要求薛之谦和他结婚,而之后薛之谦突然打电话和他说高雷欣说他流产了,薛之谦怀疑是被骗了,和他提出离婚,高雷欣便索要了一千万离婚费,否则就要爆料。 后来薛之谦请求李宇童通过网店的钱来凑这一千万,结果后来薛之谦和高雷欣离婚前又买了房,他多次和薛之谦提出分手,但是薛之谦对他软意兼施,如果他一提出分手,薛之谦还做出把公司的房子。 家具电脑都砸烂的极端行为,同时又承诺一个月内必须解决之类的话,然后有一天半夜,他突然接到薛的电话,说高雷欣得了脑垂体瘤,再要一千万看病,否则就要爆料说薛之谦残惨忍抛弃,患病遭期。 此后薛之谦一拖再拖,李宇童最终选择离开,放弃了感情和网店。 对于被很多人质疑为何这事发生,李宇童反驳称,当我知道他和高雷欣重新在一起时,该让我如何理解? 那曾经赔给高的钱,现在是不是成为我送你们的嫁妆呢? 然后李宇童表示,揭开心口的伤疤还是挺痛的,起到这里我也挺解气的。 今天先这样吧,明天再继续。 对于李宇童的爆料,不少网友质疑其中热度,并有证据爆料时间线混乱。 对此李宇童好友网红张大义和弯弯发生力挺。 有网友称李宇童当初和薛之谦火锅店的合伙人有一腿,在薛之谦离婚前还有个韩国男朋友。 上大义回复,有个韩国男朋友,是优米和薛分手还酒后谈的男朋友,我们都知道的。 王王则反提到,怎么着,分手都两年了,还不能之后找男朋友,奇怪。